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洛杉矶 在很多的大小的party里面 帮我们表演 但是非常难得的能够请到她 因为她现在非常的忙碌 自己经营了一个pop 我们很多朋友经常到她的pop里面 去唱唱歌 她就是谁呢 女猫王 台湾的女猫王黄晓宁 大头你好 你好 好高兴 我真的很开心的 能够碰到我们台湾女猫王 在洛杉矶这里 因为什么呢 她是我们进修女中的学姐 当年的话是军乐队的指挥 哇好神气 站在前面指挥 然后那时候开演唱会的时候 几乎常常爆满 那个歌迷之多 很多她的歌迷 所谓现在的粉丝 都跟着她追着她后面跑 所以今天能够再亲自 能够跟我的心目中的偶像 在这个Chinese Daily News 跟大家见面 我特别的兴奋 你看我今天打扮的是不是70年代 很像 对 那那个大头 她的外号叫大头 那你要跟我们讲讲看 你现在的话到底 还有没有到处出去表演啊 还是只在你那个店里面忙啊 偶尔也会有一些活动啊 像这边有一些什么 大端联合校友会的学校里面 不见是 还有慈善的 慈善 慈祭的啦 或者震灾的啦 最近你晓得很多的地震啊 什么的 我都会去尽量 尽我的能力去参加 对啊 这个黄晓宁 非常的有爱心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一起到那个智障院 对 跟着慈祭去智障院 慈善那些 真的是重度智障的小朋友 那个黄晓宁 你不要看她 长得是很有个性 那眼泪都没有停过 好感动哦 看到那些人 心里很难过 对对 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们有的年纪 其实都很大了 可是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对啊 看起来心里觉得很心疼 你记不记得每次 你一弹音乐 他们就在那边兴奋的晃啊晃啊 对对 那也是我的喜悦了 我可以带给他们开乐 开心嘛 对啊对啊 你知道吗 日子过得好快哦 离你去年的第一次 平生第一次的演唱会啊 已经一年了 一年了 哇 你现在回想一下 当时演唱会的情景 是不是好像还在昨天一样 对真的想起来 一年真的时间过得好快 嗯 好像真的就在昨天 真的哦 对对 他那个在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Saint Gabriel那个剧院 对 满座 而且呢 大多数都是他在这个 当年的一些歌迷 对 还有他的一些 进修女中的学妹 名传大学的学妹 在那边 那等于是说 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演唱会哦 是台上的歌星 跟台下的听众 是打成一片的 你在上面唱 我们底下也跟着唱 然后又拍手 又真的是太热闹了 要放一段 放一段你的那个演唱会的实况哦 给我们一起来 跟我们所有的那个 观众朋友来分享 啊 啊 好 这 是 跟我们一起去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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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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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me forever 謝謝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這麼喜歡唱歌啊 我想我唱歌是我母親的遺傳 我母親的歌喉非常好 那我父親是左嗓子 我爸爸是完全不能唱歌 所以從小我就愛唱 從小就愛唱 我母親說我很小時候自己就會吹口哨 然後聽音聽得很準 那麼後來就是因為到學校裡面 音樂課我也很喜歡 然後跟幾個朋友組合唱團 對呀 開始就發覺自己 發覺好像很能唱 對呀 那個時候真的是說到台灣女貓王 真的是轟動 那一來是因為說你唱的歌聲很像貓王 你也喜歡貓王的歌 我喜歡貓王的歌 對不對 我們那天的演唱會 我們大頭還去特別去訂做了一套貓王的Custom 結果你跟我們講講看那天的情況 沒有 我訂那套衣服的時候呢 比較胖一點 後來我又去就是work out 然後又瘦了一點 所以那天那個那個皮帶一直往下 那一套貓王的很有名那個寬寬的那個大的腰帶 全身白的 一直往下掉 他一面唱一面動那個腰帶就一直往下掉 大家都笑死我 不過這也是大頭可愛的地方 就是說很真實 真的非常真實 很憨厚的那種那種那種個性 真的我想那天的話 對於我們所有的那些你當年的歌迷 還有都是在差不多跟我們那個三四年級的人來講 真的是一個非常難忘的一個回憶 對我相信你帶給人好多人都跟我講好棒喔 為什麼你再來一次什麼時候再 我說半個演唱會真的心裡的壓力很大 所以可能吧應該還有機會 對呀我們真的很拭目以待 那個時候的話 我們可以那時候做的那個貓王的那個服裝 要做的fit一點 沒有要先減肥完了再去做衣服 對 我們那時候在參加大專卡洛基比賽的時候 也常常請那個我們這個學姐來給我們指點 他原來還當了好幾年的評審 到最後呢 這也是他個性使然 他不當了 他拒絕再當評審 為什麼呢 那台上比賽的都跟他很熟啊 你叫他要給誰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一來的話呢 你自己也不忍心打分數 又得罪人 對不對 我就覺得說 哎呀 這種比賽 就是說對我來講 真的 我不是說什麼 我是覺得說 可能每年都參加嘛 每年看到都是同樣的人 對 所以後來我覺得還是 對 後來我們怎麼請他也不肯 他說 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參加你們出賽當評審好了 那時候不打分數 沒關係 到最後的話乾脆都不來了 都是熟朋友 對呀 這種比賽很難 很辛苦 因為你這個好像很難做決定 因為大 你平常都是常常都聽到唱歌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們今年還是有在還是繼續有在比賽 有 我有的時候到別的 別的比賽去參 那基本上我覺得 這邊 洛杉磯我覺得其實蠻大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有很多真的很多 愛唱歌的人啊 或者唱的很多人 他們都不來參加比賽 對對對 所以參加每次參加都是那些人 我實在是我覺得有一點 一定覺得沒有什麼 你知道嗎 你想說找到一個很好 其實我也想到說找到好的人 我想辦法來 培職培職 對呀 可是我真的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好像沒有碰到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是要有特色 一定要有特色 我覺得說唱的好歌喉是很多 對 但是真的有自己的特色 就是人家講的要自己的style 對 那如果你唱 譬如說你唱張學友的歌 你跟他唱的一模一樣 那要 那你就是張學友 要聽你幹嘛 去聽張學友就好了 對 所以我通常 我就是說 我如果打分數 他說唱的一模一樣 我分數一定不高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模仿 那他是在模仿 那並不是模仿 他自己的一種 你要唱出你自己的那種 不一樣的那種味道 那對我來說 比較可以吸引我了 我覺得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樣 對我來講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那你看現在的話 不得了喔 歌唱比賽在台灣現在 什麼星光大道囉 對 星光大道 倒是還 辦得不錯唷 還是還不錯 他們 他們也一直在改變形態 我看他們 他們也發覺出了不少的 明日之星 但是呢 如果說 沒有自己的style的話 可能也 也很難 很活不了太久 對 因為像他們那幾個評審 都是蠻這個刻薄的 你稍微有點什麼 都會被人家挑出來的 對不對 所謂的毒蛇派 我們今天呢 真的是 尤其是我 我覺得已經又回到了 當時讀高中的那個年代 雖然已經那是幾十年前的事喔 不過真的看到我們的學姐喔 能夠在洛杉磯 還能夠經常看到她 有時候跟她打個電話喔 然後有時候到她的PUB裡面去 一起唱唱歌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很難得喔 因為她平常的話 都是早上五點鐘才睡覺 那我們這個大白天的 就把她請來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的學姐 女貓王黃曉寧 Yeah 謝謝 謝謝